新年快樂 快要過年了 大家是不是也該好好地 打理一下自己的遺容 我對指甲花粉染白頭髮的 效果非常的滿意 我上次染髮到現在 已經過了一個半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白頭髮 並沒有太明顯 不過我如果把這個前額 頭髮紮起來的話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白髮蒼蒼的模樣 看到了嗎 白頭髮是不是很多 所以今天也到了我們黑娜 教學時間囉 好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的主角指甲花粉 指甲花粉也稱為 海娜粉我手上這一罐 就是紅色的指甲花粉 那如果說你顏色要黑一點 或是深一點的話就要添加這個 Indigo就是木蘭粉 或是蘭草粉那我上次 木蘭粉沒有用完我就把它放在 維他命的罐子裡那你也可以 你買這個人家已經調製好的指甲花粉 像我手上這一盒 就是Light Mountain的核色指甲花粉 那它這裡也是 就是已經有幫大家添加一些護髮的成分 通常如果你買人家就是調製好的指甲花粉 它都會幫你添加這個護髮的草粉 像我這一盒的話 就是那個印度老船長的指甲花粉 它裡面也是已經有添加護髮的成分 那今天呢我們要使用的就是這個 紅色的指甲花粉 還有這個木蘭粉 好看完主角以後 我們現在要來看配角 就是我們的護髮草粉 這個是Rambo Research 無色的指甲花粉 那還有這個是Light Mountain的 無色的指甲花粉 或者是你翻譯成中性的指甲花粉 這個都是沒有著色的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呢 它就是護髮 還有讓頭髮比較亮澤 那還有另外一種草粉 叫做Emla Emla粉本身也是有護髮的效果 那我是買了這個三果子粉來沖素 那另外呢也可以使用這個肉桂粉 也可以使用肉桂粉來護髮 我聽說肉桂粉的這個護髮效果也不錯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使用這個肉桂粉 接著我們來介紹今天會使用到的工具 首先要先預備好一個條理盒 來調製我們的指甲花粉 然後這是我的攪拌棒 我是用刮刀 然後接著呢是要先預備一副手套 還有我們的浴帽 那再來的話是夾子 還有凡士林 凡士林可以塗在髮圓 就是避免你的皮膚沾色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染髮披巾 那如果你有電熱帽的話也可以使用這個電熱帽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一個工具 指甲花粉染髮最棒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邊染頭髮邊護髮 我們就來介紹幾個護髮的元素 首先你可以使用橄欖油 但是橄欖油我們建議不要添加太多 因為添加太多的橄欖油會影響指甲花粉上色的效果 你也可以添加雞蛋 可是雞蛋很臭我們今天就不用雞蛋 那你也可以使用這個沒有加糖的優格 這個優格跟酸奶它都有那個蛋白質的成分 對護髮還有頭髮的強健有很好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使用這個優格護髮 今天呢因為我們會加木蘭粉 所以指甲花粉的份量不用加太多 那也是依照自己的髮量 今天我的調製是希望指甲花粉跟那個木蘭粉的比例是1比1 或者是2比1 我們要加這個檸檬汁做酸化 再加一點這個紅茶 因為今天還想加一些肉桂粉還有木蘭粉 所以我的這個指甲花粉的份量沒有放很多 我們大致上就是調製成膏狀 指甲花粉最後調製成像現在這樣的一個膏狀 那我們剛剛加檸檬汁主要就是要做這個酸化 然後讓它染料釋放 我們要放置大概5到6小時 看看它會不會做染料釋放 然後顏色有沒有變得比較深一些 那我們現在把它蓋起來 好等待了5小時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指甲花粉 已經變成這個顏色 大家有覺得有變得比較深嗎 好那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開始要來加我們的護髮草粉 我們這一次使用這個肉桂粉 我們這一次使用這個肉桂粉 添加一些肉桂粉 那再來我們還要加我們的這個就是木蘭粉 把它全部都混合進去 哇 木蘭粉很多 看起來肩會染得很黑 OK 那再加一些紅茶 拌成膏狀 然後把它拌成膏狀 指甲花粉調製好後 是要放置一段時間 等待染料釋放 可是這個木蘭粉的話 是立刻調製就要立刻使用 好這個就是我們用指甲花粉 還有木蘭粉 所調的這個染髮劑 顏色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加優格 要加這個優格 來這個增加這個護髮的效果 可以添加兩匙優格 剩下的可以拿來吃 好 混合均勻以後我們就要預備來染髮囉 接著我們就是來用這個凡士林 把那個凡士林塗在髮園做保護 那這樣子的話 沾色的話會比較好輕乳 好 接下來是戴上手套 今天我要使用這個乳膠手套 買了一直不捨得用 因為比較貴 可是我發現這個手套 是越服貼的話 越好用 之前用那個手扒機的手套 有的時候它會跑來跑去這樣子 好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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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白頭髮都被遮蓋了 不過目前白色頭髮被遮蓋的顏色是黃和色的結果 因為指甲花粉的顏色要比較穩定 要等候大概24小時之後才會比較明顯 那可是我現在白頭髮都被遮蓋了 結果我還算滿滿意的 今天使用的比例是指甲花粉 還有木蘭粉1.1左右的這個比例 那木蘭粉有稍微多一點 好謝謝大家收看